这个网红乳酪蛋糕 看到盲食复刻了之后 我也做了一个 但是你知道这样一块蛋糕 甜品店赚了你多少钱吗 Kiri的奶油奶酪 200克 21块8 室温软化之后 搅打至顺滑 再准备3个鸡蛋 3块6毛9 15克砂糖 2毛8 和蛋黄一起搅拌均匀 再加入15克玉米淀粉 和10克低筋面粉 都是白倒的 一共4毛8 继续搅拌成这种丝滑的状态 少量多次加入牛奶 130克 1块5毛6 搅拌均匀之后 放到锅上隔水加热 加热到60到70度 稍微有点粘稠的时候 关火或筛 再加入40克安加黄油 4块1毛2 搅拌均匀之后 分次加入奶油奶酪 即使搅拌均匀 接下来打发蛋白 加一点柠檬汁 打出鱼眼泡之后 再加入40克砂糖 7毛5 不用打太硬 能拉出一个小丸钩 还能摇晃的时候 倒进蛋黄糊里 拌拌均匀 6寸的温室里 撒一点葡萄干 5毛钱 把蛋糕糊倒进去 包上锡纸 烤盘里倒1厘米深的水 230度烤10分钟之后 降温到130度烤50分钟 没想到我的成本 和甜品店里的零售价 几乎一模一样 但是甜品店算上 房租水电人工之后 不过还有利润空间 那一定是在原料上 打了折扣 自己做的虽然便宜不了多少 但是材料更放心 吃自己做的蛋糕 也会更有沉默感 所以你会在家里做甜品 还是选择去店里买的